欧洲的盖亚太空望远镜发出最新一批数据 这个天空望远镜正在把宇宙发光源归类处理 建立一个最新的资料库 太空望远镜成了一台无与伦比 不断收获新发现的机器 恒星、云星和遥远的发光星系 任何能够被看到的太空物体都被观察并记录下主要的数据 盖亚已经扫描记录了近21个太空物体 现在太空望远镜能解释这些太空物体的构成 欧洲宇航局在2013年发射盖亚卫星 将这个太空望远镜送入距离地球100万英里的位置 太空望远镜就像一个旋转的高顶礼帽 旋转的时候 望远镜利用英国制造的10亿像素的相机 以惊人的精确度跟踪所有掌光或移动的物体 测量这些太空物体的距离十分重要 在太阳轨道运行的太空望远镜通过测量这些物体的微小摇摆 通过三角穴计算180个在银河系中 或银河系附近的恒星的距离 在之前2020年12月发布的数据中 盖亚太空望远镜还显示了被观察到恒星的基本亮度和颜色信息 新数据显示了光谱信息 光谱把来自恒星的光分解成为不同的构成颜色 显示了太空物体的化学信息 温度、体积、年代和速度 对于一个包括3300万个恒星的重要的恒星子集 盖亚观测研究人员能很快地确定这些恒星离开 或靠近地球的速度 在太空物体运动的已知信息基础上 研究人员现在能够建这些太空物体的三维运动轨迹 这些信息让研究人员有了更多去探究银河系构成和演变的动力 包括银河系的过去和未来 盖亚太空望远镜得到的数据现在有 对附近的仙女星系中的许多恒星测量并掌握了它们的三维信息 促进人们对这些天体如何 以及何时能够融入银河系的了解 这将在今后的几十亿年内发生 从这些新数据当中获得的最令人感到意外的发现之一是 研究人员认识到盖亚太空望远镜能做星震学方面的工作 对星球表面深圳的研究 让研究人员能够得到诸如恒星的体积和年代多久远的信息 比利时的天体物理学教授康尼·阿尔茨说 星震让我们了解到恒星的很多信息 最显著的是关于恒星的内部活动 盖亚望远镜开启了对巨大行星的星震研究的金矿 盖亚太空望远镜项目始于8年前 但是6月13日盖亚太空望远镜公布的数据 只代表了34个月的科学项目成果 剑桥大学的格里吉尔摩教授对新闻记者说 从那些多出的时间你能得到什么呢 起码肯定会消除不确定性 但主要的收获是加强了对变化事物的敏感性 尤其是关于恒星震荡 它能告诉我们在恒星周围有行星座环绕运动 如果你只有一年的数据 你只能发现那些距离恒星非常近的行星 但是有长达10年的观察 你就会发现那些远离恒星的行星 发现行星家族在盖亚望远镜使命结束的时候 它将能够确认银河系中成千上万个行星 感谢观看